在縣長黃靜廷以及縣長夫人陳林彥 賣力的跳起文姬起舞之後 縣府各局處長與同仁一起在縣府大禮堂 熱鬧舉行團拜 團拜活動縣人士處科長張祺凡演唱歌曲 讓我留在你身邊 並且回顧起105年縣政推動的影片 還有活動最感人的時刻 就是由台東好男生團體 由縣長黃靜廷與金鳳香鄉長宋賢一等人 共同演唱You Raise Me Up 接下來要為大家獻唱這首叫You Raise Me Up 我想這新的一年我們對這新的一年都有很多的期許 那我自己覺得經歷過這麼多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人是有限的 人是渺小的 但是上帝也應許我們 只要我們盡我們最大的禮 其他的他會幫人 就是We do our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其餘的就交給上帝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Then I am still And mee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your father You Raise Me Up 憲政冒球隊已經進入第八局了 我們現在遙遙領先 但是我們還想多得幾分 多揮出幾支安打 為台中再多攻幾個分數下來 所以我期待我們同仲人不管你在哪一個守隊的位置上面 不管你是第幾個棒次要上場打擊 我們都要發揮我們的團隊精神密切合作 期望大家在經濟年都能夠向昂首擴步的經濟來邁向國際的幸福城市 活動當中也介紹今年獲得金譜獎的局處以及個人獎 最佳羅斯汀獎得獎是國際發展及計畫書朱志恒 請同學到 請最佳獵獎得獎 大爹賬獎 ย啊 縣長在致詞中表示 縣政棒球隊比賽已邁入了第八局 未來還要繼續多達幾支安打 來為台東多攻下幾分 共同發揮團隊的精神 也要繼續提供民眾最好的生活 大家在活動當中更參與了猜燈迷的遊戲 一起共同快樂、歡樂、迎迎元宵 東台灣新聞網高志遠鄭惠如 在台東市的財評報導